我 我觉得在我这莫过于就是觉得我跟杨子在一起这事 我们俩属于互相瞧不上对对方的那种人 你这个故事是不是想讲只有自己是凭实力敬家有儿女 我对娱乐圈不感兴趣 那你为啥在娱乐圈 我自己玩我自己的 你们说出一件你们对朋友做过的最仗义的事 我们先听道明六打个样吧 打个样 光盘行动算了 朋友们一起吃饭吧点了很多菜 你吃完了 吃完了 就算什么仗义 是要罚钱是吗罚款 超一百五十克罚五十那种 自助餐最后要称重 他仗义的吃完了 对 这孩子理解的 这个仗义很仗义 我想说一个我朋友对我一个很仗义的事 朋友的仗义 对 下一个 你朋友的仗义 你不用说了 不是 他对我的仗义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上学的时候有一年我们做同一量低视 我去吃车出去玩 然后我下车的时候就突然发现 我手机呢 结果是忘在车上了 忘在车上之后呢 我就跟我那朋友说 我手机往车上了 然后我们俩就同时开始跑去追那辆车 然后我当时是跑了一条街 大概就没有力气了 但是我那个朋友 我已经弹弹到地上了 他还在那里跑 然后他又比我多跑了两条街 他走回来把那个手机给了我 也只能是给你那个朋友加一份了 在这个环境 那看出来这真的是哲远非常觉得上义的事情 都结巴了说话 我说话本来就有点结巴 但是一演戏就不结巴对不对 对 特奇怪 诶 丹丹姐是这样 都是 我不是 丹丹姐私底下说话你没听吗 我是个话老 你不觉得吗 我怎么可能结巴 丹姐说一上午话了 你觉得她是结巴吗 我们剧院有两个演员都是 一个老演员 一个中年演员 金志诚就特厉害 好像是因为思考的比说的快 然后就会这样 脑子快 嘴跟不上脑子是吧 你这是属于思考快的是吗 算是吧 就还行 丹董事长你自己做过最仗义的事是什么 我最仗义的事我告诉你就是来参加 史上最累人的导演 做的史上最累人的综艺 让你别问 后悔不 就这蒙探探探案 你们做过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 最后悔 最后悔 那我其实每次吃了特别多 特别放纵的时候 然后站在秤上那一刻 那真的是 这个全都有同感 这种事就是算一个事 我是喝高了之后第二天 没有 是喝醉了之后第二天 射死很怕打开手机 看自己的毛根基务 你这太对了 你是属于那种到处给人发微信是吧 我是收到过别人各种给我发的 我就知道一开始喝多了 那我不是 我是发给别人 我觉得那我就说一个前几天的事吧 我觉得确实前几天最后悔的是 我老爸给我发一个微信 然后我听了 然后毅然决然地决定跟他聊下去 他聊你干嘛呢 喝点聊会儿 我说我有事呢 我在外边吃饭呢 然后我就一直在跟他聊 跟他聊了好长时间 最后他开始给我唱京剧 他是用那个59秒的语音 给我唱了满格的59秒 也不是多少条 我最后悔的事情是 我居然把这些京剧全听完了 然后我也不会唱 我只能给他回了一个两秒 好 好嘞 还叫好呢 这就是我这两天最后悔的事情 太浪费时间了 真有这事吗 真的你给我唱好几条满格59秒的京剧 丹姐不记得 哪能 我完全不记得 我就是第二天啊 看到他给我发了一个微信 然后说 好 没有 老娘 你喝高了之后 也是够人喝一会儿 他连你那个好都没听 确实真是 你回去好好听一下 真的 这个 这咕噜都不能播 太能播了 要注意老艺术家 那你必须不能这样 你们应该还记得 刚刚那个帮我追手机的朋友 还是哪一帮是那事吗 你是个连续剧啊 不是 我最后悔的事是 那个朋友 在我就是刚出来 赚到我的第一笔钱的时候 我把我赚到的所有钱 借给他去做生意了 再也没追上他 跑太快了 他跑得太快了 还了吗 没有还 不然就不会后悔 每次要他还的时候 我当年帮你追手机 跑两条街 跑两条街 到民事 这几年的感触 比较深的就是 因为 我很在乎朋友嘛 我觉得兄弟很重要 所以其实 就你慢慢到了一个年纪 你发现身边朋友 大家都结婚了 那你以前你可以跟朋友 大家就是随时可能 喝一杯啊 吃个饭大家都很好约 但你会越来越发现 好像大家的生活 形态越来越不太一样的时候 就 就会觉得说 如果可以 我真的还蛮希望 可以找一点生小孩 感动了 对 就是那种 带着另外一半啊 然后大家一起 那没有关系 很开心的 比如说露营也好 或什么 我觉得那个 对我来说 我觉得很很棒 你想象着很浪漫 实际上很烦人的 珍惜你现在吧 对 我告诉你 你可以打入你的朋友圈 最好的方法 就帮他们带孩子 对 我特别欢迎我的朋友 一起跟我出去玩 帮我带孩子 真的啊 对 好累人啊 小孩 你做过最羞耻的事情是什么 太多了 那就列举一下 自己做过最羞耻的事情 有一次呢 我们直播一个晚会 就是介绍一些农产品 那天有车离子 然后主持人在讲的时候 我就在那吃那个车离子 我以为镜头没拍着我 我就一颗一颗 一颗一颗的吃 突然我发现镜头拍到我 我就不能吃太猛了 我就这样 结果车离子的汁水太多了 我一笑 这红汤顺着流 在一个直播的晚会 一下就流下来 然后旁边是汪涵哥 在另外一边 汪涵哥就说 不意的 杨迪 我一回头就笑了 一笑以后喷了 所有的汁水全部喷出来 他跟魏大勋的衣服上 喷满了那个车离子的汁 让他们俩异口同声 我们的衣服都是借的 我们的衣服都是借的 这个是我当时很尴尬 因为以为镜头没拍我 就这么个事 之前有一个央视舞台 然后之前拔了智齿 脸是肿的 然后我肿着台上台跳舞 就是最尴尬那种 还不能戴口罩 对 我觉得那个时候 是我最尴尬的时候 我好像是有一次拍 哭戏吧 然后太投入了 然后自己都没有感觉 但是突然后来就发现 那个鼻水就 这个我也是我留下来 我还一下拖进去了 那你太厉害了 这才真实 因为投入才会有这种情况 下次如果跟那个 跟我 每做第一机会 希望可以合作 最羞耻的 那就可以说是今天出场吧 我这个头发的造型 是我创作这个整个人物过程当中 很羞耻的一笔 这个太弱了 我觉得就是最尴尬 最那什么事 你们应该都没经历过 就有一次我拍的一个戏上映 要在一个电影院 跟观众见面 穿得很就是西服 然后皮鞋什么的 我就走走 我觉得自己很帅 走着走着 我突然感觉我的左脚 脚底很凉 我就说 我怎么那么凉 就是在二十米之前 其实我的鞋 已经被我经纪人踩掉了 他被踩掉了以后这 踩掉了以后这 帅哥 然后我一看 我的脚那么凉 我就挂着脚 一直走到电影院 画的也是黑的 裤子也是黑的 没有任何人发现 但我内心很羞耻 这个是真的羞耻 你是这辈子 让我觉得最羞耻的 最羞耻的一件事情 你们每一个人要讲一个 你经历过的最大的谣言 在网络上 对你的谣言 最大的谣言 让你觉得非常痛苦的 我没什么最大谣言 那么可爱的弟弟 怎么能有谣言呢 我们从花花第一个 网上有时候会说我什么唱歌 什么像做法一样 然后我就想说 你自个儿都看到过 我是真的不会法术 你不会法术 我们是真知道 这个不用辟谣 对 他说我有一歌是叫 癌症的癌 就是因为那个歌是铺的有层次 但是很多人会把那个网 单独结了一小段 单独看那个cut就很奇怪 然后呢 实际上那个作品 是我当时跟一个艺术家来合作的 我就觉得那既然要合作 都是癌这个主题 那我就在想像 我如何才能让人 人们听到这个作品是害怕的 就是要让他知道癌症的不好之处在哪 从而让人们听到之后 来更加爱惜自己的身体 所以我把自己全程想象成了一个癌细胞 在慢慢慢慢的生长 不是在想这个人多痛苦 而是在讲癌细胞是怎么成长出来的 怎么侵蚀人类的那种过程 对 侵蚀人类 就是伤害人类身体的这种过程 然后所以那个歌是非常的奇怪的 然后我第一次演唱这首歌的时候 我其实对观众也是 我在台上我就对观众说 我说接下来这首歌会比较艺术 可能会听得会有点受不了 我说如果你们听到一半要受不了的话 你们可以捂上自己的耳朵 就是我知道这个歌 它是会让人听起来不舒服的 我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听得不舒服 对 这只能说是当一个玩笑去说一下就行 你知道我在这有一个我也得澄清一下 经常有人就是在网上说我是有点大男子主义 为什么说大男子主义呢 说是胡老师这几年工作 说是出去拍戏什么的 说我干扰 其实也真的不是 因为我说实话 当家里有两个孩子的时候 肯定势必会有一个人 要居在家里照顾家更多一点 其实在这儿呢 确实是胡老师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其实我们彼此都是同行 我们很尊重彼此的选择 我也很感谢他 为家庭付出了很久 你们就有所取舍了 对对对 但是并不是说因为我是大男子主义 杀一个可想回家了最近 对我也觉得 真好 哭了哭了 我哥没哭了吧 哭了 哥有点眼眶有点红了 哎呦 这也不进入真情部分 没有没有没有 就帅得有点晕 帅得有点晕 最大谣言 我觉得在我这儿莫过于就是觉得我跟杨子在一起这事 我们俩属于互相瞧不上对方的那种人 还是看着我们俩 对 长大的我们俩在一起亲情太多了 哎呀在一起待过时间长的不可能产生爱情 爱情最初一定产生在陌生人之间才有想象力 这个我跟你做账 他俩绝对好不了 好不了 我最大的谣言就是网上说我是戏霸 我确实是戏霸 承认了是吧承认了 我必须给丹大爷解释一下 就老有人说他这个那个 但反正我们在一起 他是要为了作品好 我们从小都是被他培养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都有这个毛病 拿着一个剧本觉得哪好哪不好 大家必须要在一起商量 但有一些演员他不愿意动脑子 他不愿意费这个心费这个神 他不见得是不愿意 他可能也没有这个能力 对 你知道吧 所以很多事情必须要他做 所以但这并不等同于戏吧 对 是这样的 行了 听你解的心宽了 谢谢 我其实跟丹丹姐跟一三 那个心情有点像 丹丹姐 一三 你们拍戏之后就是说 你会拍超时 然后你可能睡几个小时去现场 然后输入人 然后等一个人迟到 对 那可是我当下 可能我就会觉得你很不尊重 对 大家的这份工作什么 那可是别人只看到我 好像对于这件事情的 叫真儿 叫真儿或者是什么的 嗯 宝贝最大的戏巴是 最大的戏巴 你遇到过最大的戏巴是谁 这种单单 不同的口误难不难受丹姐 天天就我们 录这个节目在这最难受 就每天就可以听这些东西 最大的谣言 最大的谣言可能是我的食量吧 大家就觉得我可能胃口比较小 然后说什么拍起来假吃什么的 但是并没有 我记得网上有一个动图说我什么吃一口 就咬了一点点 但是那个看着就你没吃进去 我看那个视频 但是因为就是可能是 我忘了具体是什么 可能是因为远景还没拍导演说 这个东西你就小长一口 你不可以你把它咬掉了 咬掉了它没有替补的 那我也没办法呀 我只能听导演的 我这么多戏拍了这么多吃饭的东西 不看就看这个 真的很气 我告诉你 一般就这么瘦的女孩子是最能吃的 但是就是 对 假设饭不着吧 但你别的镜头是真吃了 对吧 对啊 好多呢 好多吃饭的东西 主要是你真吃的 大家就不会拿来说事了 对 也是 我的谣言基本上我自己都呈现 我现在只有一个就是谣言到 就是大家都 因为我老录吴童的节目嘛 大家都说我在节目上偷题 然后说吴童是我的大学同学 哎 你们俩不是同学吗 你看看 你看看 因为一上来 我告你实会儿告我的 你看看 制片人跟我说 我 你看这个谣言下不下人单亲 对 我都知道说你们俩是同学 真的不是 但是我们俩根本不是一个学校 谣言都传成真的了 然后呢 我去别的地方录节目 他们还说 杨迪哥我们今天有答题的 要不要先把答案给你 真的我好像到哪儿都要答案一样 我说 我不是这样 我不是这样啊 有吗 我也有 我说我到哪儿 我都是真的猜题 猜得出来就猜得出来 你就为了设聪明的人设 你确实是偷题啊 我需要设吗 我就聪明 老天爷关上我的门 我不得给我点东西啊 我就是靠自己答出来的 但是也不想呈现 因为没人听 请说出三个字的三国人物 杀哥 哇 天哪 这还不明显 太假了 这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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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不明显吗 太突然了吧 这怎么 请孙权 是手吧 我可以换一组吗 哈哈 你换一组 第一题就错了啊 请说说三个字的文学作品 要玩 呃 窗 花 剪 窗什么 我想说一本书 那本书叫做床边的小豆豆 床边的小豆豆 床边的小豆豆 床边的小豆 我解释 这个游戏呢 有三个游戏 哈哈 三个字 我突然想不起 《红楼梦》 西游记 啊 请说说三个字的菜苗 三个菜苗 三姐 西 哎 湖 是 湖 湖 哈哈哈 西湖是是 西葫芦 哦 咱们孙上香的口音哪是重啊 西湖是 哈哈哈 哈哈哈 这个我确实不是有意思 不是 请说出杀意的优点李晨 哎呦 会 说 话 答对 哈哈哈 会说话 请说出三个字的歌名单姐 我爱你 没有 有 有 肯定有 肯定有 你说我爱你至少20首以上 你唱一下单姐 我爱你 爱你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 哈哈哈哈哈哈 吴国泰你要这样说那你一首歌不是 哈哈哈 拍妈呀拍妈呀拍妈呀这算错吗 没太对 你绝对是那个吴国为国派来的奸绩 我跟你讲 请说出 三个字的电影名 张一山 五 剑 刀 答对 哎这个啊 这墨器可以这墨器 请说出三个字的动物名 李晨 大 狗 熊 答对 哈哈哈 在家最常做的摄影是什么 单姐 睡 大 教 答对 说出三个字的山名 一山 五 二 二 二 三 五号三 五号三吗 不是 横店有 横店有 一号三二号三 四号三五号三 五号三 五号三也对啊 横店是五号就在隔壁 我知道啊 五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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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说五指山来五号三 我也想说五指山五号三 哈哈哈哈 说出三个字的电影名 杨迪 五 指 山 哈哈哈哈 五什么 五什么 哈哈 五间道 我没想到 五间道说过了 五指山 请说出三个字的水果名 李晨 大 十一 光 答对 请说出你最不能忍受的行为 单姐 睡 懒 觉 答对 你知道单姐前一题是在家干啥的 睡大觉 哈哈哈哈 不能忍受得去睡懒觉 哈哈哈哈 能睡大觉不能睡懒觉 哈哈哈 说出跟自己最有CP感的人 要玩 羊 羊 따� 羊 羊 哈哈 对啊 羊 羊 羊 baby 哥 羊 辈 我不是你 好 不是你原本想的是谁啊 你哟他 我实在就是 assim 他 说出如果张一山结婚会去哪里办 夸夸 结婚去哪里办 那个 无 纸 山 哈哈哈哈 头子呀 我上那干嘛呀我 夫妻进水连洞 哈哈哈哈 你到无纸山上娶媳妇呀 你娶了个压寨夫人 哈哈哎这怎么不行啊啊 你可以在无纸山是吧 我去呗那个去都 同意了呀 那你只要在无纸山办 我们就单山到处就在无纸山办 咱不办都不行 办必须去高地区 哈哈哈哈 请说出三个字的发型的名字 诚哥 大 哎 杯 头答对 你别打 我就是大系列了发在这 哈哈哈哈哈哈 大系列 我觉得他们仨应该问题不大 我说实话 问题不大 他们一直在一直在努力啊 一直在努力 一直在迎提 说出三个字的病症 要玩 吸 吸 盖 疼 哈哈哈哈哈哈 膝盖 哈哈哈哈 医生你怎么了我膝盖疼 没问题啊 换疼是吧 也没毛病吧 也算了吧 哈哈哈哈 说出三个字的文学作品 医山 水 火 转 咱对 请说说出门一定要带的东西 夏哥 大 孔 哎呦 红 哈哈哈哈 哪有大街啊 哪有大街啊 不是这怎么街 你想说大什么呀 大红袍嘛 大红袍也行啊 哎必须投他 把他投出去吧 咱们 请说出三个字的小吃 单姐 哎 姐 表 糖 糖 哇 我觉得我在这有点无伤的意思 我做错位置了 我觉得 三个字的小吃你给我 老婆比 大麻花呢 大麻花绿豆糕 好吧 那我这确实 又大开头的大麻花 请说出 你来参加蒙探的原因 要玩 看 帅 看帅哥的也不行 咱们看看帅哥怎么了 就想看帅哥怎么了 怎么这么多帅哥 还有一个帅叔叔在这 那你要看什么吗 我真想看心情 他的答案 你们确定要吗 看心情 哈哈哈哈 要玩心目中帅谁帅 oh no 别说我说我就是搞笑 哈哈 就就他帅 那是答错了 来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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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道题 杨子的外号是小猴子 因为他属猴 三 二 一 你看 看出来了吗 你有问题 你现在这个问题就变大了 第一期你已经知道 我叫小猴子了 第一期结束的时候 我真忘了 我真不知道 我不记这些东西 没事 第二题 那英姐是叶赫那拉市的后代 是还是不是 三 二 一 哎 你俩就不能拿余光 等等那姐吗 哈哈哈哈 这等死了 真看不着 等死 哈哈哈哈 这还有这种 还有这种 还有气红呢 后面 这是 哎呀 这个挺有意思呀 二伯 哪有突然又怀疑 就一错一道题 就是得得是机器人啊 但是也有可能是你俩的知识结构实在是 跟不上 太不堪了 你以为姓拿就跟叶和拿拉有关系是吧 小松也就算了 你怎么回事 主要是状态像 那个后人 状态像 红雷哥出演过黄渤的电影 但是都被剪掉了 是否是 三 二 二 一 你家 哎那边谁打的叉 我打的叉 我俩都打叉 李气也不知道 我根本不知道 我 不爱看那些 我哪知道 我管你电影剪不剪 跟我有啥关系 哈哈 哎你不看你黄渤哥的电影 你们外号叫什么电影剪 你 你对着镜头说 你说黄渤哥你的电影 我根本不稀的看 哈哈哈哈 你对镜头说 什么你的电影 我的电影 你别的家伙给我 我跟你说 什么叫家伙 你刚才都留下证据了 我说的是你的片段删没删 问题是小猴子你打了叉 小猴子我是真不知道 我干嘛要寄人外号 小猴子前天晚上说 我又不暗恋他 你要暗恋我 我还不答应 他为什么叫下山虎 你跳什么小猴 你跳什么 老虎不在家 猴子称带王 那天导演都紧念了 摄影都知道他叫小猴子 摄影都知道 确实 只有你外星人你不知道 机器人 机器人外星人 这个错的有点离谱了 确实 机器人 我真不气 能不能现在就选 机器人是没有情绪的好不好 你看不起黄渤也就算了 但是你看不起杨子 我觉得有问题 已经上升了看不起了吗 也不能说看不起 当时正在修飞船呢 赶紧快 快自爆一下我 我受不了 自爆了是吗 自爆了 我是平民 自爆平民 平民不叫自爆 平民还自爆 都说自己是平民 可以自爆吗 导演 他自爆信不信看大家 信 我太难了 红雷哥啊 有个儿子 今年三岁半 是还是不对 三 二 一 错 错 闺女 对 不是儿子 是啊 是闺女 那都是好朋友嘛 这样真是能不知道吗 隐藏挺深的 我用隐藏 我能不能自爆 我是平民 哈哈哈哈 答对呀 配彩 答对呀 错 你还行 下一个有两个儿子 一个叫安吉 一个叫小鱼儿 对还是对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跟着我们走不就行了吗 这就说明 我不信任机器人 我要是 我可能左右两边看 我真不知道 你就是机器人 低球人都知道 机器人才要不想对呢 你就是机器人 下一个靠着两儿子 录了多少节目 你还真能闭嘴 我不看 我都不看 又不看 电影也不看 节目也不看 对 你每道题都说知道 我对娱乐圈不感兴趣 那你为啥在娱乐圈 我自己玩我自己的 黄紫涛每天晚上 必须开灯才能睡觉 是不是 三 二 这我真不知道 真的真知道 一 这谁这我真不知道 对了吗 尽管答案是错 但你们默契是对的 是不是 那肯定的 他得充电 晚上 哈哈 哈哈 那个充电器 充电器啊 对不对 他得充电 好厉害了 我有第一种塑胶板开灯 哈哈哈哈 那他得充电 哈哈哈哈 得充电 好好好 黄紫涛因为吃过麻辣豆腐 把自己的牙蹦掉了 有没有过这样的事 三 二 一 豆腐都能摆 肯定有吧 麻辣豆腐把牙蹦掉 我这个牙是外形牙 哈哈哈哈 碰到热豆腐牙字都自己融化是吗 哈哈哈哈 因为我觉得他特神呢 你刚刚打了这个吗 对啊 我就觉得是在 而且我特别坚定一定是 因为我觉得他就很神这种事情在他身上就可能会发生啊 不然干嘛会有这种 是他们干出来的事 你现在有点跳马脚了我跟你说 随便吧 不是他他他可能哪一下不对了上牙碰下牙就把牙碰碎了 很有可能 杨子是这么判断 很有可能 他说话老咬牙切齿 他说话老咬牙切齿 一 小宋你开始浮出水面了 我真没看过 没看过 没看过 机器人 我我真不知道 快坐下吧 他做正常了 他做正常 因为他都不认识你是谁 哈哈哈哈 年龄太大了 几几年了 零五年的 《武林外传》 你刚生出来一岁 一岁没法看 《武林外传》年龄才一岁 人凭什么承担要看你的戏的责任呢 哈哈哈哈 当你知道杀一哥哥的时候 他是干什么的了 以及是 哈哈哈哈 也不知道从哪 就最近 你最早知道的 他是什么身份 对他是干 机器人吧 哈哈哈哈 这个机器人吧 那个 胡可姐 啊 胡可姐的老 因为胡可姐认识的哪 是吧 以后你叫胡可姐夫就完了 胡可姐夫 太好了 这这是啥的 啊 那是谁 那胡可的爱人 不用名了 胡可的爱人 对 说得好 小松 机器人 这也是紫涛做的一个神奇的事情啊 紫涛有一天跟自己家的狗聊天 把自己聊哭了 聊到第二天必须戴墨镜上班 绝对有 三 二 一 这个肯定有 哇 这为什么 好神奇啊 因为他跟人类没法聊条 他个机器人呢 他真是啊 你看他跟狗能不能聊到一块去 挺怪的 跟狗聊啥呢那天 那天很久了 那2015年的时候 那天我最累的时候 狗睡了吗 狗一直在听是吧 我都是狗陪我睡觉的 他在睡你再说 当时是这样 我都跟他聊天 现在狗还陪你睡吗 那你带他来象山了 陪我妈 我不在的时候就黑我妈 杨迪他的大学的专业 他不是学表演 杨迪是学编导的 三 二 一 我知道 看得出来 表演戏不收 怎么会呢 表演戏要长这样也收 我跟你讲真的 我们学校多元化 答对了也不开心这道题 大家对四道了 我们再对四道 就可以拿到线索 好的 张若云这个名字 就是他的本名 不是一名 是不是 三 二 一 一 哇 杨子 杨子你觉得他本名应该是 那我看八卦看错了 八卦 说他以前的本名不叫张若云 你叫什么八卦 不是吗 不是 我就叫这个 你太八卦了 抱歉 这不是八卦 是我以为是 不是 你看看我行不行 我很笃定 杨子是错了两次吗 对 黄小焦错了三次 黄小焦错了三次 杨子错了两次 他俩错率太高了 他俩错率太高了 不理解 宋亚轩他有个最大的嗜好 就是吃馒头 所以他的外号叫送馒头 是不是 三 二 一 那姐是 我不知道 我给你说那姐是真的不知道 你为什么要看看 杀医为什么要看 我没我没看 余光看完了以后才坐到这边 而且你改了一张 我就盯着你呢 我告诉你 你盯着没有用 导演没看见 我跟你说他看他反而他没嫌疑 因为他想答对 不可能 他的眼神贼没数眼 他不是想要知道答案的眼睛 正确的反应 我们偷看的都是对的 你听什么帮他说话 你突然跳出来 因为我要帮每一位 贼没数眼的人说话 因为骂到他们 就相当于骂到了我 李沁他人生最胖的时候 就是一百斤 是不是 三 二 一 最重九十二斤 最重九十二斤 九十二斤 我天 杨子觉得不可能 对吧 因为我一直觉得他很瘦 所以就可能他最胖的是一百斤 这个我认为杨子答的是 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他嫉妒一次 你都没到过一百斤 一百斤是我最瘦的时候 这个错能理解 这个错可以理解 杨子不敢相信有这种事 红雷哥曾经演过张子怡的儿子 三 二 一 我真没看 我的父亲母亲 这还能错吗 父亲的演员叫郑浩 军逸的 母亲是张子怡 你看这都不太蒙的 这是 你咋对的呢 蒙的 蒙的蒙对了 你看我们这 但是亚轩也是好人 亚轩一直扫着我呢 看着 扫着你 是 这事儿深了 这事儿 我们这边深了 你们这边隐藏得太好了 我们就没有机器人 我们这边 确实 杀翼的策略太好了 他就全对 他的策略太好了 全对 真厉害 真厉害 我觉得这个厉害了 杨子最喜欢吃的食物是米饭 不吃米饭会生气的这种 是不是 怪不得没唱无意吧 三 二 一 子涛错了啊 没有啊 没有啊 你是这样的 我只是一个过场 我只是过场 我一个过场动作 我玩不下去了 应该算 一个机器人就已经 放弃了自己的原则 这不值得鼓励吗 被人类给 机器人已经都被人类的善良 所改变 我一个过场导演 我一个过场 应该给予承认 那算对啊 觉得杨子很像吃街探水的人 导演 导演 你怎么说话呢 您的脑袋是不是还不够圆啊 是上一条的姊妹肩 理清体重 杨子米饭 我生气呢 导演 我觉得以后开个饭店就专吃米饭 杨子米饭 我妈呀 妈呀 来这边 娜姐啊 比王妃小两岁 是还不是 三 二 一 怎么了 娜姐这是 错了 我错了 我错了 但是雅萱 你变 我错了 你不对 雅萱是改的 所以雅萱你错了 息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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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雅萱 你不知道虎可的爱人是谁 也就算了 你不会连王妃是谁也不知道吧 你觉得娜姐会比王妃小两岁吗 看起来这只能是小四岁啊 哈哈哈哈 哎呀你这个孩子 你让杀医得逞啊你 哈哈哈哈 加油 来这边 红磊哥会做饭 跟黄磊的处意 其实不相上下 对不对 三 二 一 他哪像是会做饭的呀 你不是会做饭吗 会牛顿牛排 会牛顿牛排 你不是会吗 老娜 这个你要错了 我可真怀疑你了 怎么着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都对的呀 对呀 这个老杀可全对了 但你隐藏的反而有问题 你觉得我会是做饭的人吗 哪像会做饭的呀 你跟黄磊在一块混那么久 怎么可能不会呢 这玩意也不能久啊 老娜你露了马脚 他们在一块的时候 也不是在太烂 这个老大是不会错的 完了 露馅了 我怎么露馅了 露馅了 露什么馅了 露了豆角馅了 杨迪的身高是一米七零 对不对 三 二 一 我想把你们全部封出去 你先说一米七零是百度上的 对 那绝对到不了 对 我可以用我自己的确实来证明 没有 没有 自己的确实来证明 那绝对不够 对 等一下 绝对没有那么高 你别那瞎说 我百度写的是 你觉得一米六八 我百度写的是一米七三 那也不对啊 那也不对 以百度为准 不对 至少减掉六公分 不用量了 百度写的一米七三 他说一米七 你把我第一个说矮了 这黑我明了 我承认我在百度作弊了 百度可以我们安排出来 你百度为准 算对啊 那个 戴姐你还记得当年 我们两个人早上四点半就一起去化妆吗 然后那时候我们真的太早起床 然后太累了 结果在现场的时候就老是睡觉 你把皇后老睡觉的事也说出来了 对 皇后也老睡觉 她也老睡 你也老睡觉 我们都是四点多就起来化妆 在龙椅后面睡 对啊 躺着睡觉还是不对的 我觉得还是应该 打击板子 就是你说啥也不行 苦情牌也不行 亲情牌也不行 好吓人 等一下啊 知道我是谁的人吗 不 我不知道 我不能打我 抓 抓着打 我跟你说 我拉起来 我跟你说我可是太后的人 快点 不贵 就不贵 不可以 不可以 太后不会放过你们的 启禀皇后 此人不用问了吧 娘娘 直接打就好了 我们什么关系 节省一下时间 娘娘我可是容嬷嬷 娘娘 但是我容嬷嬷嬷也有罪 皇后娘娘 老奴曾经在一个非商业的演出上面假唱 我打 我现在还没说 但也是事出有意 啊 因为你不会唱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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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根本就不会唱 不是 因为当时现场 你根本就不会唱 但是还是被所有的观众发现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们热场的时候 居然放我录好的歌去热场 是不是 让我出去以后是同样的声音 我的假唱就曝光了 你就不用打了 他们算打得给你 不行 为什么光打我们不打你 皇后娘娘 这个狠狠 娜姐 你说咱俩能光打我们俩不打她吗 我觉得其他人也该打 等一下 这是秦哥哥吗 秦哥哥都变身了都 那也是造假 打打打打打 你们狠狠的打 哈哈哈哈 这个鞭子 哈哈 这鞭子 怎么 为什么大我要这么大的 哈哈 来人啊 大行赤后 哎呦 等一下 娘娘 娘娘 我是容嬷嬷 还是给打 打打打 打打打打打 这个疼不疼啊 看起来 哈哈 娘娘 牛 十二哥在外面看着他 娘娘 我容嬷嬷也有精誓 路节目呢 老师的 这是录节目 这是录节目 娘娘 老奴申请待会儿一起加入战队 下一个 下一个是谁 索维上 一起 来 有什么说的 我先说 你们先说 好 我上学的时候 喜欢上了一个女的 什么 暗恋 你懂我什么意思吗 她是学校全校第一名 然后我那时候呢 坐在垃圾桶旁边那种 然后下课我还想跟她说话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 我很害羞 特别腼腆 跟现在不是特别一样 但是 我因为太喜欢她了 我问她如果 我说好好学习的话 你愿不愿意给我个机会 我说可以 然后我好好学习 学着学着我有一天实在等不住了 有一天她回家路上 我就跟着她 然后我跟着她到家以后 我就给她叫住了 然后我刚想说话的时候呢 就是 她说你为什么跟着我回家 我说我就是太喜欢你了 然后她就进家门了 之后我俩再没说过话 就只有这么个事 好伤感的肉身 她让我的这个 她让我的这个动力已经失去了 真的我这 我到现在为是印象最深 从那一次之后 从来没追过任何女孩 都是被人家追的 就夸她呢 没办法 凡尔赛在这 她要是那时候要真答应 我可能现在都结婚了 真的吗 有可能 刚才黄紫涛说 那个女孩如果答应她 她没说现在都已经跟那女孩结婚了 还算老十五下 上行 我上 我上 打四下 你完蛋了 这么轻 就凭你 你完蛋了 这么轻 你们的剁年糕呢 狠一点 你干使劲 你要使劲 一会儿你完蛋了 先把嘴打烂 免得那么多话 好了 打够了 起来吧 你怂得也太快了 毕竟不是 毕竟是无效的 谢谢黄浩娘娘 能谢还是打得清了 你 黄浩娘娘 首先我特别喜欢您 我就是因为看《还珠》歌 才想当的演员 然后我的偶像就是小燕子 我是因为 打了 可以打了 跟小燕子考到北京电影学院 这只是一个开场的 这个可以不打 她继续说 然后今天见到您 特别特别激动 不光见到您 见到秦儿姐姐 还要见到皇后 皇上 我都很激动 现在我可以说我的故事了 您知道张一山吗 张一山 知道 我们家有儿女 第一次就是面试的时候 张一山坐在我对面 我以为她是下雨的儿子 因为他们长得太像了 对 非常像 后来我又觉得她长得很像 姜文老师 我就以为她跟姜文老师是亲戚 所以那一段时间 我对她非常非常的不爽 人家是亲戚 为什么不爽别人呢 就我觉得她凭关系 后门进 对 然后我就被我自己洗脑 她一定是跟姜文老师 跟夏宇老师有关系 后来他们告诉我说 不是 她正是凭借自己的实力 进到家有儿女的 你这个故事 是不是想讲 只有自己是凭实力 进家有儿女的 我没有这么说 我听了还挺受用的 那就不用板子了 也不用棍子了 手拍两下就行了 谢谢皇后娘娘 手拍两下可能更疼 又是这个 好可怕 两下 后娘 反应有点过激 好可怕 红紫薇 红紫薇怎么跑了 红紫薇 把她给我带过来 干嘛呢 你不是问这位嬷嬷是男是女吗 就是因为要抓你 专门安排一个男嬷嬷 禀告皇后娘娘 我这一辈子 有很多难堪的事 你想听哪件呢 你觉得哪件最好玩 你就叫哪件 哪有好玩的 尴尬的事情 没有的 你越尴尬的事情 我们听起来越好玩 黄红 你玩心这么大呢 是这样 1993年的时候 我高三 就有一个女孩呢 曾经向我表示过 说我喜欢你 孙红雷 我不信 怎么会有女孩喜欢你编的 别人非在跟我唱反调呢 我说我喜欢别人啊 就在别人说她喜欢你 你是不是有病啊 你怎么老把我跟你放在一起呢 不是 那你说事情 然后那个女孩跟着你回家 是不 然后你又把她拒绝了是吗 对 那你特别顺特别范是吗 你特别抢手 老套路你就不要说了 皇后娘娘 当您的面我要讲真话的 对啊 但是我第一句我记错了 我18岁那年是1988年 那年我18岁不到嘛 然后那个女孩喜欢我 她叫来了几个人 然后在学校门口劫持我 啊 来您继续劫持你 然后呢 然后就说说 我要跟你搞对象 那个时候不叫谈恋爱 搞对象 我要跟你搞对象 然后当时我也没答应 我说我说现在正是学习最紧张的时候 然后我就明确拒绝了 我说我我现在学习为重 我不能跟你谈恋爱 我说再一个你你这种手段 我也接受不了 受不了了娘娘 你打我一顿吧 我重新讲呀 咱俩就要开一下 我重新换个故事 是不行 娘娘让我自理白理 闭嘴闭嘴闭嘴 让他说 我说的是真事 对不起 他客观存在 但是你拒绝他们能放过你吗 当时 不是他就放过我 当时一看我义正言辞 他拒绝他 说没什么 那我明天我接着接你 他第二天又来了 这是多年以后 我有一个跳舞的伙伴 就多年以后 我突然间去他家 一开门 找他妹妹出来 我看 哇天哪吓一跳 是他亲妹妹 这是我最尴尬的一件事 那个女孩 是他亲妹妹 这个您信吗 我信了 你看 这 你们信吗 我不信 太信 我不信 太信 我觉得应该是他劫持别人 太后 我说一个就是 我考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时候 的事 当时就是考专业课之前 从东北老家提前来了北京 在北京考试 然后来北京的时候 你跟娘娘说话 为什么坐着说呢 什么姿势 跟这不方便吗 这个先记二十吧 这不能算 这不能算 还没开始讲呢 确实得先记二十 这咋还勾上了 你讲太慢了 我累了 我先铺垫一下故事 我就一个人在北京 然后每天啊 必须骑自行车到军艺 这个路程啊 骑自行车大概最快 一个半小时 然后我就开始考试 考试还比较顺利 考完以后 老师就问我 问了这个我一个问题 说这个同学你多大年纪 像超标的 我说老师 我是硬剑 老师说不可能 你多大了 我当时十八岁吗 长得像三十八岁吗 长得跟现在一样 他以为我是网剑 因为我那时候就有胡子了 再加上北京那个沙尘暴 我骑了一个半小时自行车 满脸的土灰 头灰都立着 你知道我当时 确实是特别显老 然后后来我说老师这样 我上洗手间洗一下 稍微的石头石头 您再看看 然后洗完出来了之后 老师一眼看到了 我这个潜在的颜值 我就这么就考上军逸了 这个跟犯错误有什么关系 对 这个你完全是在炫耀自己的颜值 并没有错误 你错在哪了呢 这个没有什么尴尬的 是啊 没错 这个故事就是没有什么意义 这个这是两趴 一个是炫耀 一个是素苦 假装自己特别苦 而且还说人老师有眼无珠 没错 那也得打 打死 对 打死 往死里打 皇后娘娘 那就打五下吧 这是咋的都得揍了 喝 喝 这 快点趴下 我放下 你要成杀人凶手了 你这次要被喝捉 打吗 你是让我打的还是他们打的 我打就五下 他们打二十下 你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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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老师狠一点打完就再不见这个人了 是吧 你自己刚才说皮糙肉厚 所以重一点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没说皮糙肉厚 皇后你太可爱了 哎呀呀谁呀 哎呀呀谁呀 嘿嘿嘿 嘿嘿嘿 你老实点 来压着 压着 压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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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快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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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掐该掐了 你们两个刚才掐的没停 你们再掐一掐让我瞧瞧 来你们俩 好的 好不好 好的 我吗 对的 就让他给再说一个故事 英子 你看看贵嬷嬷多么爱你 贵下 哎呦 那非行此大礼 我想想我有一个事 其实是应该说一句对不起的 前两天啊 我们 呃 跪下 蒙探 我们蒙 我们蒙 我们蒙探 我捡着素质 人家根本没反应 马上就回来 没聊别回来 我们蒙探 兄弟姐妹几个呢 护官 我呢 可能是粗心大意 就要关注这个宋亚轩 结果我上来就关了一个萧亚轩 哈哈哈哈 这是真的呀 这是真的 然后 突然我助理发现说 姐 她叫宋亚轩不叫萧亚轩 我看到以后牛脸我就把宋亚轩又关注了 那你取消了萧亚轩吗 我没我没敢再取消 就对那样不好 都是行业里的人 索性我就一块都关注了 弟弟给您道歉了 没事 好了 还行 挺真正的 挺真正的 有姐姐 对特别好 爷 再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还要再说一个 来一个真的 对 来个真的 刚才的那是真的 你的故事肯定不少 你就选一个 你能说出口的 他能说出口的不多了 又是真实的 又能说出口的 我想想啊 你有被骗过的故事吗 不是 那 桂嬷嬷受不了了 打你来了 快说吧快说呀 桂嬷嬷 你让我想 让我想会儿 切碗 就桂嬷嬷 我跟你讲 那胳膊肿了 谁也没事 桂嬷嬷 简直的太棒了 太入戏了 我这老姐姐 她跟我 против妹俵 我这样吧 我讲一个吧 我中期表演系的同学是个女生 长得非常漂亮 当时我有点学习的走火入魔 因为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 好不容易考上中期表演系 我们又是音乐剧班 然后要学的东西比较多 升台行表都要优秀一点 所以我在我们班 可能算是学霸吧 然后就找了一个 前苏联的一个单本剧 我就自己动手给它缩减成了 一个大概45分钟的一个小品 然后我就找了一个 我们班的女同学 一个表演系就是最漂亮的 然后她答应我了 但是她搞得像了 然后马上就要交这个作业了 我就找她排练找不着 但是她正在热烈当中 我就去我们老师那儿 把她给举报了 急火攻心 因为特别着急 想排出一个好的作品 然后给老师同学们汇报 当时我给老师汇报完了 以后老师用很诧异的眼睛看着我 我至今想起来 我心里也挺内疚的 我觉得这是怎么了呢 难道她谈恋爱不应该吗 我当然也觉得自己做的 不知道是对还是错 但我总觉得 我举报这个女同学是不对的 我给这个女同学今天道个歉 我们班那个女同学现在 生活得挺好的 然后也挺向上的 而且一直很努力 我一说她就 她就知道我说的是谁了 我给她道歉 然后给她和那个男生道歉 好 证明你还不成熟 还太小 没错 她一定会接受你的道歉 对 哎 板子五下 那应三下 行 可以 公平吧 三下五除二嘛 对 还是挺温暖的 说得很好 把这漏出来 来 咱要不咱打不准 这儿啊 姐 我来啊 我来 这还有功夫呢 这还 狠点 相亲吃饭的时候 男生的哪个行为 最让女生厌恶 我选不买单 我特别讨厌小些人 肯定是四 那吃相差多恶心 又叭气嘴的 又吃相差太恶心了 说谁呢 对不起 杨迪你选的是什么 他指点自己爱吃的 这种人真烦 我就是这种人 我选了 我选了吃相差 三三三 不买单 我选吹牛 来 我们先公布结果 三 二 一 姐 就咱们没上来了 对 我的天呐 就是杀哥答对了 吹牛 吹牛 那可不 吹牛是最讨厌的 我们最恨的就是 相亲的时候还吹牛 没讨厌吹牛的男人了 真讨厌 骂谁呢 我没吹 你举个例子 怎么算吹牛呢 为什么我跟孙永雷是好朋友 这种 就很烦呢 我确实挺烦 是不是 我 哈哈哈 下一题啊 女朋友生气了 做什么能让他最快的恢复心情 一 又是情感 又是情感而不是物质 知道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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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选了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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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我选了五 我选了五 因为我觉得四啊 仅仅是安慰 五呢 不仅安慰他 而且还希望他能够开心 这就是我一直在做的呀 可是没有抱住他 没有抱 下一个 下一个人都生气了 嘿嘿嘿 给你讲个笑话 抬抬抬抬 你完蛋了 我跟你 我跟你说 女孩生气了 还讲什么笑话 就和自己闭嘴 容易挨揍是吧 对 容易挨揍 你完了 这要二姐就得揍你 我考虑一下 娜姐这个年龄层次的 必须要让她开心 哦 快乐起来 来 请公布结果啊 三 二 一 看结果 耶 你看看 我的妈呀 是四是吗 下一题啊 女生最讨厌男生说什么话 怎么选项这么多啊 哎呀 这 这个我 我做主了啊 做主了啊 来 猪八戒选的是 三 算我错了 行了吧 三 我也觉得 为什么是算呢 这错了不就错了吗 认了不就完事还算 息怒 就感觉态度不正确 我选四 至于吗 嗯 像你 感觉红雷哥爱说这话哈 至于吗 像你 我选的是六 你又怎么了 这态度极为不耐烦 你又怎么了 你又怎么了 哎呦喂 要把他演到极致 哦 亲爱的 哎你至于吗 算我错了 行了吧 好烦啊 天下第一讨厌 你那不是语气的 还是表情问题 你那表情问题 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 这个很有可能错了 这也行 这你也有可能 三 二 一 耶 耶 错了 都错了 只有我们家对了 哦 他顺着我留下来了 来下一题 女生如果发现自己的闺蜜 把自己头圈屏蔽了 他会怎么做 这后面几个人 二 我不琢磨女生了 我只琢磨娜姐会怎么做 直接拉黑 是她的风格 我聊不聊天 我就喜欢娜姐的风格 拉黑的温柔得问先 怎么了 拉我 但是说实话 选四的人也挺狠的 对她嘘寒温暖 让她内心感到亏气 这好严险啊 这女的也太狠了吧 这女的 这闺蜜快跑 三 在乎这干嘛 屏蔽 她很在乎 那既然加上朋友了 那就得当朋友看 她都不把你当朋友 你为什么要把她当朋友看 你问题 你不知道她什么原因呢 我不能跟你说 没有原因都给你把她屏蔽了 那她更是不是朋友 她肯定有原因才屏蔽 这都说了是闺蜜了 对啊 一定要问 你既然把她当成闺蜜 你问题一定要问 对 清楚啊 我爸也屏蔽过我 那你这么当面问不 我当面问了 那果然 来公布结果啊 准备 三 二 一 来我们最后男女换个位置 我把我的命运交给那姐 小松又自己了是吧 我也选杨子姐吧 可以啊 那就杨子答错两个人0 好 第一题 男生认为 恋爱换情侣头像的意义是什么 换个情侣头像就代表增加安全感 这女孩得多好忽悠啊 换个头像就证明我爱她了 我了个天 刷新我的三观 让你换你换不换 我可以换动漫头 你真不理解 那你不得换了吗 我就不理解你呢 你会是用什么方式呢 你又要你 胡镜的照片你就 胡可 胡 胡镜呢我是不敢用 胡镜 好请作答 1 我觉得1是对的 我现在刚刚理解就等于2 1是对的 好那我们公布一下答案 3 2 1 1不对 那是什么 就是4 答案是3 迫不得已 我要么就是3 要么就是4 你们男生难道不想跟女生 变成情侣头像吗 谁敢啊 怎么敢 不是就是如果 你们不是艺人 不是艺人 我愿意 我喜欢用动漫头像可以 我们怎么知道不懂男人 是不是把男人想得太好了点 我们太不懂男人了 我们要调整一下思路 我们把男人想得太好了 往渣渣想吗 往渣渣想 看就他们可能就得救了 下一题啊 男生会以什么方式掩盖自己在撒谎 1 我觉得这都是 4 4 我选了4 1和4 对啊 我说4 你不会 你应该是 因为我如果骗我别人的话 我肯定会想别人也欺骗我 就这种 请作答 你选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大献殷勤 对啊 应该是大献殷勤 你忽然 那我选3了 选吧 1 1 因为我是还是把男人想得比较好的 对 大献殷勤 1 3 1 4 反问你永远有没有欺骗过自己 那不是这矛盾升级了吗 不是要把男生想的那个坏 我是觉得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可能男生会利用这种套路 就是让女生怀疑自己 女生就会觉得男生你好可怜 我是怀疑了你吗 然后就变得男生获得了同情 同时喜庆了这些东西 妈呀 好复杂 你把我们都猜透了 我觉得男生是这样的 好 我是1 为什么要看手机呢 两个人谈恋爱 本来就不用看手机 看手机这个就太严重了 我不一定看 但是你不能躲 有的时候吓唬一下 如果他真的撒谎了 其实说实话 我看了也是恶心我自己 所以还不是吓 就是吓唬吓唬 好 来 看答案 3 我觉得这个我挺自信的 没事 2 1 好 好 答对了 太佳了 不可以这样 我们自己也不太懂自己 好 那来下一个智商题 你们觉得男生最羡慕女生什么 偷偷在耳朵 2吧 哭的时候有人安慰吧 2和4好像都可以 感觉3好有趣 来 3 2 1 请作答 1 请作答 那我们请揭晓 都是二 没人选我 只有你 那是你 那你在商场里想挑啥呢你 2 女孩衣服比男了 有红色口红吗 偷偷戴耳机不被发现 什么意思啊 长头发 我戴个耳机 很有趣 3 我觉得咱们这个蒙炭家族里有两个孩子 心态不太正常 一个羡慕在商场里可以多挑点东西 那个可以把耳机可以塞到耳朵里 不被看见 你选的几 我选的二 这是什么好羡慕 哭的时候有人安慰你这么脆弱吗 你一个大男人 同来个老哭 我的天哪 我特别想穿粉色衣服被人安慰 我没有 哎呦 公布答案 3 2 1 啊 反正 啊 哎呀都没对呀 都没对吗 所以是什么 答案就是戴耳机不被发现 你看 啊好幼稚 好幼稚啊 什么东西 幼稚 这是童形 请看第一题 学生回答 上学的时候曾经偷偷把层级表藏起来不给家长看 是否有这样的事 这都应该干吗 要诚实吗 当然 我按了我们选完了 请揭晓 三个藏过 三个藏过 啊三个藏过藏答案 书客藏过 你确定吗 你确定吗 我确定 书客一定是 黄英俊 黄英俊不会藏的 黄英俊没及格 就过几回 直接贴家里门上 杨迪 黄英俊 我觉得 杨迪把他藏过 肯定藏过 我怎么就肯定藏过 不能通过面相判断一个人 你自己还是藏过没 没藏过 不可能 我藏没藏过 他能知道我藏没藏没藏 还有一个就是我怀疑黄英俊吧 还有一个就是我怀疑黄英俊吧 我觉得梓涛 然后祖儿和亚萱 他们啥藏过 我藏那玩意干什么呢 我是贝塔出客 然后梓涛 谢谢 我觉得是中间这仨 这仨 我同意 票数最高的三个人 舒克 贝塔和英俊 你们三个是最高的 验则自己偷藏 成绩表的人请起立 孩儿不笑妈 我那是真妈 儿童有好多事情 你也是不知道的 完了 这段打 你今天得爱上 妈 床下面看 阿姨 你算了 想想今天的成就 杨迪 我真的觉得你就是没藏过 你怎么会藏 我吧 因为有一次确实考得不咋地 不仅 因为那个试卷拿回家 还得让家长签名 嗯 我就是那个家长 哈哈 模仿我的名字 对吗 我从来不藏 我考得不好 只要撕卷 哈哈 好彻底 我都跟我爸说 我卷子丢了 毁尸灭迹 你藏的啥时候的 你这才没多大 你藏那个吗 我那次真的考得太差了 我就自己冒充我家长签名 然后我妈手机 再拍来一个短信 然后就公布了今天的成绩 哦 现在是短信 对啊 然后我一下子就惊了 感恩我们那个年代 真的 哎 我有一个问题 请问都谁模仿过家长的笔迹 签过字的 我 你也模仿过 对 我也有过 我没模仿的像 我写了个月子 我没模仿 我直接让邻居阿姨给签了 那也算 邻居阿姨 家长全都藏过 对 藏过 对 肯定 都藏 你都藏过 你还好意思说我 我代表外婆张嘉丽 因为你不知道你的爷爷 要打 要打 要打我 第二题 家长答 上学的时候 是否给喜欢的人告个白 如果有过情爱一 没有情爱二 妈妈有吗 看起来很像 到处给人 我爱你 我爱你 请看答案 有两个人告过白 两位家长 红雷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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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孙叔叔肯定有 我觉得迪妈应该有 我妈怎么就看起来很像那种 待放的 他像是感爱感恨 性格 但我知道我妈妈跟我爸 确实是我爸向他告白 但他前面有没有我爸事外的 告白 没成功 我觉得应该是两位 两位叔叔 乔叔和孙叔 我觉得杀一个年轻时候很帅 应该是别人追着跟他表白 但是他就仗着他的帅到处给人表白 我们这个乔叔叔年轻时候 就是以漂流皮的方式 谁捞着算谁的 侮辱了 说到人品问题了 我是猜红雷哥跟姐姐 不可能 我妈妈年轻那么漂亮 他为什么要需要去跟别人表白 那行 那我跟你们一样的答案 就这样 我们还没定呢 你先选你 我跟你们选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红雷哥 红雷哥 我是雷哥 你就已经明了 你这个要锁死了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那你觉得呢 那就乔叔叔吧 乔叔叔 乔叔叔 还有我爹 我觉得不是乔叔叔 不会是我妈吧 天哪 我今天三关都颠覆了 不是我 那就选乔叔叔了 那个年代男士主动比较合理 那就乔叔叔吧 好吧 那我们请 按yes的两位起立 对 男人 男人 喜欢了就表白吗 对 你用什么形式呢 都当面说还是写信啊 一般就是写纸条 写纸条就类似表达说是 就是一起自习啊 或者什么 这表达很含蓄 对我们那一首 嗯 孙叔叔你呢 怎么表白 我那表达方式就是 天天骑自行车默默地送人家 哦 照顾别人 我记得大雪天 冬天哈尔滨多冷 他坐公司汽车 然后就后边跟着默默地跟着 然后给送到家门 实的 太轴了 对啊 就喜欢吧 送了我觉得有两年吧 后来我不敢表白 太 白骑车两年 来学生题目 你们在学校的时候 是否是校园名人 请回答 我预测四个yes一个no no的就是杨迪 我怎么就no 他也可以独领风骚 就是另外一种有名啊 答案是三位yes 首先我觉得三个里面 其中有一个杨迪是有名的 因为在学校里面 全校同学都认识他 他那个时候在学校 可是文艺极其分子 他表演吗 表演 施朗诵 然后我们线上他都有点名气的 那好吧 那我就黄英俊跟 那个杨迪娃 然后再来一个 就是书克 书克贝太肯定是这才 怎么可能 他俩都有名 我上学啥也不是 左儿是同心 左儿同心 好小就拍戏了 我跟你讲 这里头有坏人在干扰 这里有一个人没说实话 这里边有一个坏人是吗 他干扰了 他干扰了 明白了 那我们统一一下答案 中间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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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克 杨迪和左儿 子涛在学校怎么可能没名 我觉得杨迪 左儿 子涛 票数都是中间三位 英子 杨迪 书克 我们看家长这次能不能拿分 选择觉得自己校园名人的 请起立 子涛拿过古术冠军 我那是山东手 还有个名人呢 我呀 我是被子涛原来给我讲的 他的人生经历给蒙蔽了 你绝对有问题了 弟弟 你就不混淆 不想让我们选你 完了 然后你还投自己 红雷哥都说我了 你们不听他的 你们自己选择有问题 为什么要赖我身上 黄英俊 我特别不想要面对 就是我的儿子身上墨底 我跟你讲 你肯定有问题 我告诉你现在 在这个地方 跳脚越厉害的人 在后面一定会出问题 我这个 你我这一趴 还笑脚 我是谁 你跟你妈要死 你跟你妈要死 是不是 我跟你说 这一趴你们都怀疑我没关系 因为这个节目 真正的凶手 越来越想赢 都会隐藏 我都替你擦汗 组而没入行之前咋是红的 我权力就很大了 我可以领操 我一错 错一笑 领操员 那肯定 在我们那个年代 领操是多么的光荣 你知道我要站在那个位置上 要付出多少努力吗 还要升旗 是 那舒克贝塔 是红的 因为大家都在认真学习 对 下一题 家长回答 曾经被老师请过家长 前一 结果五个一 请看答案 四个是被叫过家长 一个没叫过家长 四个一 我的天 他们猜那个没有请过的 你妈 我妈 因为藏卷子一直不知道 我觉得是宋倩奖 不是 就是太优秀的女孩子 真的其实会 比如说因为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被叫家长 让她不要再施展魅力了 不要再散发你的魅力了 纳英姐肯定被叫过 红雷哥也一定被叫过 黄姐也一定被叫过 一定是我妈 我对你妈妈不是特别了解 沙逸哥肯定被叫过 没有 沙逸哥应该是一个特别听话的那种好学生 不可能 他成绩很差 别 他成绩差 你不要再节奏了 子涛了解我 你们 你们俩玩吧 不是 我跟你说 因为 沙逸哥 你们俩真的像一伙 沙逸哥在学校里面 我估计应该就是那种 虽然学习不好 但很听老人话的那种 我认为是沙逸哥 从阿姨刚才盲目对 杨迪的自信 他就是那种一定是很乖 然后不会给家里添麻烦 不会惹家里生气的人 我觉得是阿姨 我选我妈 我也选阿姨 请那个答案站起来 那就是我 真的是我 你看看你 我跟了 有问题 行 我有问题 阿姨没有被叫过家长吧 对 肯定的 来几位讲讲 因为啥 因为啥事叫家长 成绩出三的时候 降得特别快 对 下滑 算请家长是吗 生病请回家的 生病请家 那郁东队生病了 然后请家长给请回家 这算请家长是吗 那也算 对 这也算请家长 这不是一个老师的爱吗 我烫了个爆炸室初中的时候 你说就这样能没有名吗 特效这会儿给做上 在那张脸上给做上 然后当时就给我剃了 对 我们那里有个学生烫了马 烫了头发 老师说的 你看你这个头发 乌云朵朵头上敲 我有一次 就把我们学校的那个发的校服的裤子 改成喇叭裤 学生服改成喇叭裤 再加上我这个烫的头发 你就全过第一 就想再包饭了 有句话 乌云朵朵头上飘 喇叭裤儿随风走 这个怎么还脸上 阿姨好右踩 学生题 你们的孩子们 曾经有人在学校里被欺负过 我上学的时候被同学欺负过 我在上厕所 然后进来了三个人 给我踹到尿坑里了 你摸我天哪 不认为都没摸我 请看答案 曾经有被欺负过的人有两位 自爆了一个了 自爆了 我们就猜另一个好不好 我这样分析 我这样分析 我觉得这俩应该不会 我儿子 还有舒克 我选了紫涛 第二个有点像杨迪 我又觉得有点定不下来 我觉得英子有可能 有可能 因为英子他本身小孩 他就灵力 他会招那种 可能比较顿的人嫉妒 家长能不能拿分 就开与你们的答案了 你们上学的时候 被欺负过的人 请其力 完了 完了 来 听一下要玩的那个经历 来 因为我是初中部的 他们是高中部的 然后有一天 他没带卡 去食堂 这个 他们没带食堂的饭卡 然后我刚好遇到他们的 他们让我请他们吃饭 他们 等于说是他们欺负你 管理的 那能算吗 那能算吗 这叫欺负呀 这不算 对 所以这题不给分 最后一题给家长的 你们猜一猜你们的父母 上学的时候会坐在哪个区域 坐地那个是 你肯定是坐地的位置 我永远在垃圾桶后面 你想想这孩子得多淘气 就直接薅到老师边上了 对 老师的特别关注 都小了 请看答案 两位第一排 剩下各一个人 A这也是 直接看 妈呀 地真有人坐 谁在 第一排有人坐 我们找队D就赢了吧 我们不要说话 让他们猜吧 这个我真猜不准 我跟着大家 D肯定是杀一个 C是红磊哥 B估计是我妈妈 我妈妈一定是A 一定是A 以前按个儿拍 对 不是以前 现在还是 后来终于有了 阶梯教室的发明 A是我妈还有那个 杀一哥 B是宋倩阿姨 C是潇洒阿姨 D是我们这个孙叔叔 我觉得 红磊哥 D 红磊哥是D 然后 抱下头真的很像D 抱下头 D那头 好几头 第一排 宋阿姨跟 还有阿姨 最后一排是 杀一哥吧 你长得比较高吧 B应该是那点 我猜A是 陶宏姐跟 我妈 你妈 纳磊姐是B 好 那我们一个个起立 选A的两位 请起立 起来吧 陶宏姐 对 就是我 你们选对了没有 没有 我以为还是 我去我选对了 你看这是我选对了 你刚没选对 你别闹了 你选B的请起立 暂时还不大英姐 选D的 起立 看是不是红磊哥 肯定不是 答对 就刚才在公布 答案的一瞬间 我左边这位 肯定不是 还肯定不是 所以只要说 那个谁 黄康说是的 我们都说不是 就对了 是吧 子偷 你是我们的指路名等 对 第一个问题 我和手铐有渊源 我和手铐有渊源 什么意思 得坐过牢才行吗 演过警察 那我还拍过那种短剧 被靠那儿 救命 救命 我小时候玩那个玩具手铐 被锁起来过 演过杀人犯 最后被抓起来了 我抓过好多人 我没有 我温了 我降了 大学毕业 刚出道的时候 演过一个电视剧 叫《危险进城》 我一个电视剧里面 带过手铐 在监狱里被铐起来毒打 我也是《密室逃脱》里面 带过 我也在《密室》里边 就是玩过 就我一个人是吧 第二个问题 我教训过坏人 那我打机场 那我太多了 杨迪吹牛的时候 原来是这个样子 有一次在节目上 跟张大大有一些 不是不是 生活中有 生活中跟张 刚去上海的时候 抓过小偷 有人插队 我骂他 算吧 他是坏人不 这也 这节目是不道德 那人不坏 插队还不坏 那我在成都街头 碰到有个人 拿这么长的镊子 夹人钱包 我在街对面喊 我也干 大妈 大妈 这个算吧 这算 这算 对 算 我也是 我看了一个新闻 然后我在底下评论 这不算 怎么不算 但是这个坏人 本人不知道 不算 折 太多了 你看我这形象 是教训 不是被教训 不是被教训 哥 不是被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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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哥 你别整岔了 上大学的时候 然后有一个女生 不慎交了一个男朋友 那男朋友老打他 然后让我们给揍了 靳日姐当年 碰见了一个臭流氓 滑火柴 啥叫滑火柴 什么叫滑火柴 北京话 就蹭你 滑火柴 然后我直接抡起我手里的东西 一顿乱打 然后我外面的朋友 就刚好买完东西 也就一块来揍他 你这碰着有毛病的人 对 我掰了 折吧 刚干嘛 建议我们 这算吗 算 这个算 还得送一根 我想了 上次人羡慕嫉妒我 打篮球太好了 完了 我上厕所给我串了 我教训了他们一顿 就这一个串厕所里有几回了 我在上厕所 然后进来了三个人 给我串到尿坑里了 我抗一也这得剪两 我有啊 我只是想说一下这个而已 我听你说了吧 给我串的那小便坑里 晚上起来 我把他们仨都打轰过去了 一打三 一打三 补充都好 山姬应该放一根 确实没有 我折了 你该折 你一想 好像你是那坏人 是吧 有一个特别猖狂 在我们那个哨兵的旁边 而且他当时他把哨兵推倒了 你知道吧 因为哨兵是绝对不可侵犯的 对 然后哨兵就去 就去抓他 阻拦他 他就跑 哨兵起来就就喊我们 就开始追 你知道吧 当时那路上还有车呢 你知道吧 绝对的 追逐的那种 追逐 最后在翻篮盘的时候 把他给抓住了 这个算 这个算 我也是跟杨迪一样 我是在公共汽车上 看见小偷了 然后我就揭发他了 就直接抓他手去了 那他认识你了吗 没有 那个时候我小 我上学的时候 做公共汽车 认出来了 我哪天 我喜欢你唱歌 你是未来的冰心 下一个问题 我跟踪过别人 这问题针对性了吧 都下吧 你们跟踪过谁 别编故事了行不行 不行都得编 这个编起来容易违法 这就算了 你看承诺多实在 人都下来了 我实在想不出来 有什么好的故事能 就是跟踪别人 还没事的那种 当时有个老奶奶 她当时回家 我 就算了 我很怕她找不到回家 初中的时候 喜欢过一个女孩 对她的一切感兴趣 特别是想知道 她家在哪 你她用了我的故事 我上初中的时候 喜欢上了一个女的 一天回家路上 我都跟着她 谁先说酸水的 我问你 你是不是轰了 我初中的故事 你那时候才多大 我那时候也是初中的故事 在开车的时候 无意间看见了 女朋友的男朋友 带着另外一个女孩 对 然后我就很仗义的 去跟踪了一下 那样 有 小学的时候 喜欢过一个女孩 我的天哪 然后我 我一样知道她住 我一样 这咋在到我这就不算了呢 导演 强烈靠一斗板 三根三根两根 这下一根 我刚一根 弯下来了 下一个问题 我曾经一果荣 一果荣 对 一荣 这两个可有 这我有证据 景瑜肯定没有 生活里没有 两根 两根 我有 那个就是从小时候 理解的一荣书 当时我跟另外一个男孩 我们 就推一个女孩 做当鞦韆嘛 给人越推越高 他就吓哭了 他吓哭以后 他就要去告我们 他就把他歌喊来了 我们俩就害怕 躲在那儿不知道怎么办 我们两个人 互相交换了自己的帽子 觉得就认不出来 那时候特别傻 也算一荣书的一种吧 不算 那你说我们这种 脸熟的 国民脸 我们咋出去啊 有的时候在商店里 戴着帽子 出去的时候太热了 夏天 遮挡 我们就这样 这不算 我就是为了让自己瘦 打过瘦脸针 那我也打过呀 我那个牙也不行嘛 以前老打针 瘦脸针 我是真真正正的 易容在我媳妇面前 真的 完全整个脸的我 脑膜不算 完全是爱豆的样 整个就 我变成那个谁 小宋了 整个那叫易容 然后出现在我行人 我看了那期节目 你没有变成小宋 你也就是一个 但算不算易容 就是一个年轻的人而已 很年轻 没有到说小宋 你易丸容最多也就是沈腾的 你还能咬宋 你快别吹 你咬脑吧 那是毁容 算力也绝对 谁也做个肉脸 真 犀利的来了 我曾经欠过外债 外债 外债欠过钱 欠过外债 我借过 我一个月没工作 我没钱了 借钱 生活费 我当时借钱想买那个汤城一瓶 糟糕了 现在刚买了 我真没借过钱 真没借过钱 我向我队友借过钱 多少 五十 五十块钱能不能就让他下来了 怎么不算 不算 我能不能至少一亿摆为基底 我快一个 我们都不同意一个一个 为啥 就不算 这不算 下 这最后一个了 你买房子欠钱 然后不够 都得跟朋友借 我成长的时候 太多 买车买房的时候 我给你拿借条给你看 借条 借条还有呢 借条 还有就是 还没还 还没还 还了 还还了 借条还在呢 但在我这呢 我掰了 我扣了 我没借过钱 我大学毕业以后 我想租一个房子 那没有钱 大学刚毕业 编 没有 当时找着那个房子之后 他就让我交半年的房租 后来没办法 就找同学 东界西界的 找了四五个人 才凑了半年的房租 跟人交上去了 真实的事 真实 你下一个吧 我再下可就没了 你下吧 行没事 我继续配合 陈勇仁和宋浩南 都各剩一根了 我们来一个狠的 接下来啊 难度升级 每个人说自己的经历 如果其他人没有 你就下一根手指 如果没有 就不用下 来吧 我 我现在正在拍摄电视剧 下阶段 我 小宋林吧 小宋 没有再继续 小宋 肯定是小宋 折 折吧 哥哥搬 哥哥搬 对不起了 弟弟 小宋 口感的有 哇 一杆就中了 还三杆呢 一杆就中了 有 一杆 哦 还有一个 你赶紧 你问一个 他那个年龄没经历呢 你还一个计 让他也零下 都回到五哈 对不起了哥哥 你快回五吧 游戏规则我也不想 我也想赢算了 我们谁先开始 刀姐吧 我连续三次拿了 蝗虫市的赛车的前三名 你不用连续三围 你一围这脸都 这车都降下来了 我吃过蝗虫 蝗虫 蝗虫 蝗虫谁还没吃过 就骂点 我吃过 我吃过蝎子 蝎子谁没吃过 蝎子谁还没吃过 蝎子谁还没吃过 等一下 俩你自己叫俩 自己叫俩 等一下我再说一个 我吃过残酉 吃过 谁没吃过 谁没吃过 我讲蝎子吃的人啥 我觉得 小时候要自己叫杀了 你叫 有人一定没吃过蝎子 羊蝎子不算 山青你在哪吃的蝎子 我北京吃的 羊蝎子 我北京胡同吃的 什么蝎子 穿起来戴尾巴那个 那一说穿起来对了 是吧 烤的 烤的蝎子没错 是羊吃过 他吃过 我啥都吃过 你们公司都就是 就是中饭都放这里 来 放饭了 我曾经在一九九五年 五月二十三号到六月二十三号 减了三十六斤 一百七十八到一百四十二 不是都按三十六斤 你就有没有就完了 没关系 那我必须有 我一会儿有铁的证明 一个月减了三十六斤 一百七十八减到一百四十二 那你俩都可以吧 那咱俩一模一样 真的假的 真的 九五六年的年初 是为了拍戏吗 不是 是为了考中戏 常立那班 九六年 对 我九五年捡 你九六年捡呢 要不你九五年 在黑匣子汇报 我为啥看到 太快了 那真的假的 王延波 你们班主任的黑匣汇报 那配不你现在碰成这样呢 那不现在是不是 又过了三十年了吗 又过了三 生孩子的时候一百四十斤 然后最终捡了一百一十 对一百一十多 我下了 我曾经住酒店 酒店里面有一只活的猴 不是 人家养猴那人跟猴同居 你又不养猴 我那个时候录节目 给我安排住的标间 我跟他一间 站一个 不不不 这必须算 这个是人生多珍贵的经历 不不不 我去上洗手间 那猴 我吓惨了 你去让那猴看你 这铜呢 没有的下一个 跟猴同居 到我了 好 我来一个狠的 把手举起来 我知道他要说啥 我有孩子 你赶紧扣 你肯定没有 我所有的综艺节目就是我的孩子 下了 下了 我俩孩子 我有了 我有了 但不是你生的 那你可拉倒 我连你已经有就得算了 你这也太可可了 他也帮了忙 也算 我一个孩子 那个一阳到了 你别别 你不要来 我选 你选尝尝 你让尝尝给你拔 我弄 更完蛋 你给他拔一个 其实一拔就中了 你等我看 这个是吧 这个 对 忍住啊 我一拔就得掉 他老板让我干的 我不是自己自认罢的 到我了 那杨子涛要不替你先来 那先来吧 我两个眼睛5.3 5.3是啥呀 5.3是什么呀 是好还是不好啊 5.3 精神眼吧 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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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眉了眼睛 他眉了吗 我眉了 拔了拔 除了黄子涛谁都行 来吧 来 哥 这么激动 也是好歹 这不好拔 我的天啊 这太残了 咱俩太坏了 你俩太享受这个拔的过程了 来一个 你来 来吧 你别那么坏 你都没拔出来 他给人拽下来的 我故意的 我的天 我说太可爱了 快点 5.3 我真5.3 我回去撤你我跟你说 我回去撤 我来 你来 复仇的机会来了 你听我说你要想好了 能下了三个球呢 你就别给出招了 一次走 对一次走三个球 把这两个两个掉下来 把这一个 把这一个 他下四个球啊 太猛了 你看看上面还剩几个 只剩一个 对 我们最强的人要出来了 只剩 达姐 瓜哥 山鸡 这边只剩文强 刀姐和杨迪 我再透露一个秘密啊 我以前如果不是头做了 缝了四十三针 我就是去 我就是空军的学校 那你刚刚为什么 你为什么不说你头缝了四十三针 那个全军都覆没了 应该说缝了四十三针 谁也干不出来这是 你咋的了 咋的了 我小时候五岁的时候卡 摔倒了以后 那个鱼血在里面 一直膨胀膨胀 要么三个结果 要么就是智障 要么就是植物人 要么就是 怪不得他现在怎样 怪不得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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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一个啊 我曾经做过两次全麻的声带手术 失声了 有病例 用不用明天把病例发过 我肯定做过 我唱歌的 我能没做过声带手术吗 做了几回 我做两回 我做过一次 我在中国音乐学院做的 黄教授 对啊 声带小杰 黄大夫 做过都算吧 那算吧 这九个人里 谁是这里边现场脾气最急的人 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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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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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打眼 打 打 只有红雷哥一个人答错了 你答错了 我 难道不是鹰子吗 难道不是鹰子吗 没有一次 你是脚屎棍吗 噴他 脾气最急的人难道不是鹰子吗 他第一我第二行吗 导演 我觉得这个对鹰子不公平 怎么了 我认知里 鹰子绝对是脾气最急 怎么能紫涛是最急 就是 急脾气里边分冠军和亚军 我至少是个亚军 紫涛脾气并不急 紫涛有点浑是浑 但是他并不急 我认为急是鹰子 没错 我认为你们定义有问题 这个对鹰子不公平 你们对我也不公平 对我 给我输了快点我把头发输一下 赶紧过去过去快点第二道 所以第一道失败了 这么好答的题都没答对 你开始扰乱 你们认为在九个人里 谁是这里边最聪明的人 杨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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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是不一致 丹姐还是错了 还是 只有丹姐 丹姐喷的谁 丹姐喷的娜姐 娜姐 杨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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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最聪明 你谁说是杨迪 你知我 我在蒙探里是最傻的 他就来着一起 我是蒙探里最傻的 他觉得你聪明 那没办法 宋丹丹小姐 那就杨迪 当我刚才那时候 那改不行了 不能改 不能改啊 刚才老娜我下楼的时候 从那个时候看那一刻开始 就一直在跟我说 一会儿这个事一会儿那个事 只有他不是 我确实觉得这个有点太可疑了 我真的不是 我就不会表白 我只是想要跟随着你的直觉 要是我就游轮次了 发现你们太可笑了 你们这么相信他 我跟他认识三十年了 别输了 别输了 一会儿还有你 一会儿还有你 为什么 哈哈哈哈 你们觉得你们九个人里谁是最容易被欺负的那个人 建伟你不吃我吗 我让你们吃 我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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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了蒜小圈 对我也吃了蒜小圈 我也吃了蒜小圈 你看我这水流 我这水流 我这水流 就是你 对 我这水流 我这水流 老娜 我们都吃亚轩 就你一个人 就冲着他去 老娜 我不好欺负吗 咋的 你这咋没完了 咋没完了呢 咋没完了呢 但是你为啥跟 对呀 我们所有人都吃 但是真有他吃那个谁 金子 啊 这个 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最好欺负的人是他 你 你这也不对 你这也太奇葩了吧 人家都说亚轩 你们听我说 刚刚 我的心中呢 我是想吃他的 对呀 但是呢 我为什么故意说了一个 我是最好欺负 我就想看看谁会刺我 因为我 我不会 我没有啥判断力 开始了 开始了 又开始了 对呀 黄子炮你又洗了个澡 要不那点沐浴液什么的 我想把妆卸一下什么 好 好 那我们这九个人里 谁是颜值最高的人 杨子 杨子 pas 寻一瓣熊 开心 快做吧 真न冷 yourself 大家快做吧 开心 好 有人这些 好 大帅哥 真是荣誉 真是荣誉 是今天嗎 沒了 在我的心裡嗎 你太帥了弟弟我愛你 憲哥 我從來沒有見過那麼帥的男人 憲哥 太帥了 真的你倆我都刺一下 你也刺一下 我還是 就這個題我告訴你 你這玩意肯定不能同意 這個不好 誰都覺得自己特別漂亮 導演 我叫阎王 沒人刺你 沒有人刺我 這一輪你都乾的 哥 那個時代都過了 要玩 要玩謝謝你 你也沒人刺 真的 咱倆真的 咱倆兄弟了 要玩 我今天不指證你了 算了 這事就完了 但揚子 你也給哥哥面子 你現在撕我一下也行 沒人吃 行 我我我撕一下 下一個對著自己一頓吃 怎麼都不想贏啊感覺 對啊 你怎麼不想贏 想不想贏 我沒法在你們當中判斷誰最帥 我只能認知我自己啊 沙翼 你這個玩兒是不對的 沙翼哥 有嫌疑 一定是我底 這個是要認認真真答題的 你看我刺的就是揚子 你刺的是誰 刺自己 我看見了 他連刺在喝 我感覺不僅我自己刺 這邊也有兩柱子刺我了 我看你刺的挺美我順勢一刺 你就別說話 我刺陽子 你別老順勢再踩 你不用你踩任何人現在 啊 我死了 不是 當時這邊有兩柱子我我內心很歡喜 下一刻我是刺了一下你 醒醒吧我是刺你讓你醒醒 剛才四道題大家一道也沒有答對 十道題必須答對三道才能進入下一環節 我們這九個人裡誰的唱功是最好聽的 我 可以了 我的天哪 來全對 你這題 兩道題三道 兩道 兩道了 再對一道就可以了 我差點想自楊子來著 楊子勞給我說他唱歌最好聽了 你就應該自楊子 我要謝謝你 誰是錄完節目回酒店速度最快的人 哎 這就是他 這就是他 下一個 最後一題把水用完 哎呦我的天哪 哎呦 流黑湯湯了別吃了 好 好了 三道了 你們已經答對了 對 為什麼是沙哥呀 不知道 算了 學員先知道我看到了 對 跟著他一起知道 不知道 不容易 對 一個大部分 的錢 忍耐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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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 孔子 或是 孔子 孔子 或是 孔子 或是 冷擠 或是 聖子 或是 呻忍 或是 老爷寒心如苦一辈子挣下来的家产 居然有家人在背后偷偷挪用 这年头人心难测呀 姐 从小到大你是最了解我的 我们都是自家人 我对蒙炭家族的真心天地可见 死有余辜 活有无罪 每个人都在撞无辜 可笑 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了 无趣的一家人 姐 你别这么说 就给我闭嘴 钱又少了 三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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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上戴着绣着红荷花的手帕 这时间都不处 太早了 这个太可疑了 是绝对是一样的汇报 好 IP破坏性 袜子熊 学生证 好好留着这个 我亲自给你们做的那个学生证 有人在村里了 就像我公开那有词 人家的財政 说一个真正的 不可以 人家的忍从 这次是 又有词 只想看 再买了 我现在的爱情会员 啊 哇 手机 哇 啊 啊